修杰凯在居中饰演行警良人节为了追查女友的子王真相 一次又一次对着CodeApp来许愿 来看一下左手边媒体朋友 但是也在这个不断许愿过程当中呢 这个落下了无法面对的后果 来往右手边媒体记者朋友 那么这也是修杰凯在回味三点之后的第一部完整作品 那么他所累积的戏剧能量也将会在俗世的游戏2当中 大量爆发非常期待 剧中中瑶他所饰演的是记者杜古兴 一心想要挖掘出内幕追查真相 那他不只带着观众一起烧脑哦 他呢有一场戏是满满四页都是他的台词 来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 那他呢花了整整三天最后完美呈现 精湛演技让人非常 同时也兼具女杀手身份的李源 那么印记剧情的需要呢 他有其中机还有很多打斗的场面 来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 那么对于曾经是手球国手的这个礼题来说呢 也是很大的挑战 来看一下右手边 演天才电脑派特10 那么剧中呢 他的个性非常好胜 而且有点点好郎当 来看一下左手边 但是他却担任 铁开按键笔盘的偷盘手 来看一下右手边 演什么像什么的上门呢 在古兴的游戏2里面 又一次带着大家好入戏 好深测 来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 好 重量级的实力派演员助阵 来看一下左边的媒体朋友 来我们这个驼歌赛场 那么他独特的故事 还有坚强的演员阵容 专业的制作团队 也把台湾的自制戏剧 推向高峰 来看一下左手边 有很多的媒体朋友 他们带着骄傲跟自信的大家 来推荐他们所制作的 服事的游戏2 即将在6月24号全面上线 来看一下右手边 媒体朋友 好 右手边 那么6月24号开始呢 会在威士忌电影台 新闻HD电影台 以及Foxx全面上线 我们事先再回到中间 媒体朋友 当然我们也要预祝 服事的游戏2 收拾硬飞冲天轰动 华语戏剧市场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多多给他们鼓励 谢谢